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那我現在人在CAMERATEX的EVERMEDIA攤位 那圓鋼呢就是以做擷取卡聰明的嘛 不過他們今年除了擷取卡之外還有一些新的產品 那我們會訪問一下他們的工作人員 然後順便來看看他們還有哪些新產品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圓鋼科技 我們今天要先為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新的掌機擷取設備 那以往都知道我們做了非常多電腦以及PS5相關的設備 那今天呢我們會開始展現我們在第三季要推出的掌機擷取設備 那首先要介紹的是GC515的部分 那這個是針對於掌機來做擷取的 不管是ROG、A-LINE或是MSI-CLOS Steam Deck以及Switch我們都有支援 只要接上這個Duck 然後這邊接上Type-C然後HDMI就可以進行擷取的 那我們就不需要額外的擷取卡來做這個動作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主要要推出的產品 然後這邊你看到我們另外一個是Charging Capture部分 你只要接上充電的時候就可以直接進行擷取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內涵已經有擷取的功能了 所以這邊第一個主要是做擷取 然後這邊也可以做充電 然後中間這個是HDMI輸出 那這個也適用於各種的掌機 以及各種支援Type-C 然後Display Ultimate Mode 只要有這個功能就可以進行支援 像是iPhone 15 Pro或是Android的Pad這些都可以支援 那最後我們來到這個 就是相信大家對於就是 現在充電器這麼多規格 然後有很多很多種覺得好像很複雜 然後又好像需要賣很多設備才能完成 那我們這邊出的就是最簡單的G733 Pro 那它是一個Duck的功能 它除了可以充電之外呢 然後也可以接HDMI進行投屏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適合現在 很多像是旅行的像是YouTuber啊 然後因為現在戶外活動很多嘛 那我覺得這些是非常適合給他們使用 並且在戶外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直接把這個當作像是筆電充電器 或是什麼會非常的好用 那這些也是介紹給大家 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透過 接續我們相機的影像 將我們影像傳輸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然後再透過我們電腦去進行一個後製 可以包含像是AI具備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就是導入AI功能 去可以讓你可以不用使用綠幕 或者是一些搭建綠幕場景的部分 那就會省掉很多的空間跟時間 然後還有包含像是金錢的部分 這樣 那我們這邊的話也可以進行一個影像調色的話 我們就是可以針對它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可能像它比較淺藍色 那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比較深一點 那就可以比較符合它現在目前所穿的顏色的衣服 這樣 然後再來針對整個畫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去進行一個全局的調色 那就是包含到像是我們可以讓它變得比較暗一點 或者是比較亮一點 這樣 然後並且我們導入了一些比較屬於攝影集的功能 那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曲線的方式去進行一個調教 那就是調整它整個顏色分布的曲線 然後並且我們也可以透過針對單顏色 那我們也可以進行一個整個顏色的調整這樣 那我們聲音的部分的話也有另外一個特殊的處理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聲音編輯的部分 那我們也可以進行一個聲音的調教 那我們點擊一鍵之後我們會針對男生 那我們會選擇男生的聲音 那去進行一個最佳的適配優化 當你整個設置完之後 我們右上方會有一個錄製的功能 你可以進行錄製或者是直接進行到串流到一個直播平台上面 那最後我們就來到我們來看到這個是我們一直以為要的 就是我們的整體直播解決方案的部分 那除了我們這邊最新推出的擷取卡 GC53 G2以及我們內接的GC575之外 那我們也展示了今年的新的麥克風以及視訊鏡頭 想要給大家帶來全新的擷取Solution的方案 那我覺得這邊是非常適合所有想要成為進階的實況主 除階的實況主不管怎樣 我們的產品都非常的適合 那相信我們提供這樣的產品 可以為大家 為所有的想要進行直播 或是有夢想想要直播的人都是非常適合的 那最後來到我們會議室擷取的部分 那這邊呢我們員剛一直致力 就是將整個會議室的直播環境 以及conference的部分 所以你們弄得越來越好 那這邊呢我們推出我們最新的PA51D的部分 那這邊呢是整個一體機 那結合了音訊視訊 以及非常廣角的 有達到124度 並且我們搭配了我們的speaker phone 讓你在比較深的地方的時候 都還是能聽到整個會議室 不會因為距離比較遠 所以你沒有辦法聽到整個會議室的內容 那這邊呢是我們想要搭配是PA51D再加上我們AW11的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整體了 那這邊我們有推出其他的視訊鏡頭 那這個像是PW515的部分 它是4K的 那這邊也都非常適合於各種會議室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會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 感謝今天大家來到圓鋼 然後參觀我們最新的設備 以及我們即將帶給消費者的產品 那如果有問題呢都歡迎與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 這次看到圓鋼展示了非常多AI相關的應用 那目前看下來的話效果都還不錯 不過我自己最有興趣的產品 應該還是充電器兼擷取盒的那幾款 畢竟實用性才是王道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自己喜歡哪一款產品 未來有機會的話我們一定會開箱給大家看看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Enterbox 我們後續還有更多影片大家不要錯過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